一想到这件事情,李氏突然就没心思找苏云的麻烦了。 王氏见状,哪里会让他走啊? 王氏就指望着自己这个大嫂能够将苏云狠狠地敲打一下呢。 大嫂,你要是这么走了,那这个小剑皮子以后就更加不会听你的了。 为何? 剑有希望,王氏也就更加地卖力。 你想想啊,现在你都还没说他什么呢,他就已经这么的伶牙俐齿了。 他为什么这么伶牙俐齿,敢打你的脸呀?不就是因为青山腿上的伤已经好了吗?不就是因为青山能够挣钱了吗? 你要是这么走了,那等他手里面抓着的银子多了,他就更加不会把你放眼里了。 王氏说的这些话,让李氏皱了皱眉,他琢磨了一番,觉得王氏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,也就打消了现在就要走的念头。 怒气冲冲地对苏云说道,好你个小贱蹄子,果然是心思多得很啊。 你是不是想要拿捏住青山,然后就不听我的了?我告诉你,大房的事情不用你操心。 你大嫂只是回娘家散散心,柳家也不会被人说闲话的。 倒是你,你最好给我消停一些,不然我…… 不然你要打我?别人说什么你都信,我们两口子说什么你都不信是吧? 他是不是说我们挣大钱了,以后就更加不会把你们放在眼里这种话? 他这话一出,王氏就有些心虚地往后挪了挪。 难道?难道我说错了吗? 尊重这种事情都是相互的,你们不尊重我们两口子,还指望我们尊重你们不成。 当日青山腿上的肉都腐烂了,你们一个个的都怕他会花了钱都不管他。 如今他好起来了,又能上山打猎了,你们就又开始想法子来搓磨人。 我们要是不顺着你们的心,就是我们不服你们管教,不孝顺你们,丢你们的脸,都已经分家了,还要插手管别人家的事情。 到底是谁不要脸? 大嫂你听听,我跟你说的不假吧? 王氏剑他这般伶雅丽痴,也就不心虚了,他是恨不得现在就将苏云的嘴给撕掉。 他这么狂,可不就是一点都不把我们这些长辈放在眼里吗? 大嫂啊,你要是不好好地教教他,他这种脾气比主子还大的奴婢啊,怕是要翻天哟。 苏氏,你是觉得自己不够丢脸是不是? 李氏一听奴婢二字,火也就更大了,在他的眼里,苏云就是一个不检点的丫鬟,这才被放出来的。 就在他想要转身打苏云的时候,他却是被吓了一跳,见柳青山与祖老都来了,他也就拧了拧唇。 青山,是你婆娘愈发的没规矩,句句顶撞我,所以…… 老柳家的,你们说的,我们都听见了,你们周里两个也是从儿习过来的,你们应当对青山媳妇好才是。 再说了,他们两口子都已经分家了,他们是这个家的,一家之主,一家之母。 你们的手呀,的确是伸得太长了一些。 祖老,话可不是这么说的,是这个小贱蹄子。 李氏刚说了几个字,就被祖老瞪了一眼,他一脸严肃地看着李氏。 老柳家的,你是长辈,说话可要注意一些,你们自己不尊重别人,别人怎么尊你们,敬你们。 可是他…… 苏氏自然有苏氏的不对,这个,我会说他的不是,但是,现在这里没有你们二人的事情了,都家去吧。 祖老不想看见他们两个,也就挥了挥手,示意他们现在就离开。 见祖老的脸色真的是不大好看,李氏与王氏就算是再不情愿,也只能是乖乖地出了这个院子。 等他们两个一走,祖老就看向苏云。 苏氏,你脾气也着实是大了一些,不管怎么说,他们是长辈,你这么说他们,甭管是不是你站里,在外人看来,就是你的不对。 他前头那话一出,苏云的心里面就咯噔一下,以为自己要被骂了,可是听到后头的时候,他就诧异地看了这祖老一眼。 祖老见他偷偷地看自己,也就咳了一声,才继续说。 咳咳,往后好好的收一收自己的脾气,不要动不动就跟那些人吵,我知道。 是,多谢祖老教诲,我知道了。 这老人家也太可爱了吧,表面上是板着脸在训话,实际上是在教自己以后,要怎么跟那两个老前婆周旋呢。 嗯,既然你都知道了,那我也就先走了。 你没被打着吧? 没事,他们没占什么便宜,你怎么会倒回来啊?还有祖老,他这是…… 确定他没事,刘青山这才松了口气。 没事就好,我还以为他们是真的打到了你。 我刚走没多远,就听到一个大娘说,他们俩跟我我们家这边来了。 我一听这话,哪里还顾得上买鸡仔,直接就回来了。 回来的路上碰到了祖老,他见我着急忙慌的,问了一下之后也就跟着来了。 原来是这个样子,那,当家的,祖老是不是对你很好啊? 他没记错的话,上回这个祖老对自己没有这么友善的,可是这一次他对自己是真的很不错,都教自己怎么对付那个不省心的了。 说到这个呀,刘青山就笑了起来,他一笑,苏云就有些懵圈了。 你笑啥?你快点说呀,急死我了。 他老人家只听忠家说你的手艺好,所以想着下回能不能买了肉交给媳妇你做,刚才路上他就已经问过我了,我答应了。 苏云想过很多可能,唯独没想到过这一点。 原来这个人钱这么正经,不苟言笑的老人家,背地里是个大吃货呀。 见自己的小媳妇一点不可置信的模样,柳青山也就笑着继续说道。 他这辈子就喜欢两件事情,一是吃好吃的,二来就是喜欢吃酒。 他家每一个会做饭的,现在听说你手艺不错,虽然是要试一试的。 那没问题,苏云一听就更喜欢这个老人家了。 这样吧,明天我们就请他来家里吃饭,你看可行,柳青山当然是觉得没什么问题。 那成,明日我就请他老人家来一趟。 咱们一块去找陈大娘好了,正好我也要学一下怎么挑鸡仔,免得以后总是麻烦他。 大嫂,你看看这个苏云的本事有多么大呀,他这股子狐媚劲儿浓得很,就连祖老都被他给迷住了。 李氏文言当下就说道,森迪妹,这话可不是随便能够说的。 我可不是随便说的,王氏就是觉得这里头必定有问题。 你啥时候见过祖老这么向着过谁呀? 他今日摆明了就是要护着苏云那个小贱人,肯定是苏云勾引了他。 娘,娘。 李氏刚想让他闭嘴,不要再说这些了,就见自己的闺女儿着急忙慌地朝着这边跑了过来。 一见柳叶这样,李氏的心一下就悬了起来。 叶子,你怎么慌里慌张的呀,可是春红肚子里的娃娃怎么了? 是大嫂的娘家,来人了。 皇室的娘家来人了,李氏文言有些不解。 来人就来人了呗,你这丫头犯得着急成这个样子。 不是啊,娘,他们说,说是要来找大哥算账的。 还了一会儿之后,柳叶说话的速度也就快了一些。 他们现在将大哥和春红小嫂子捆了起来,说要送官呢。 什么?送官? 柳叶的话音一落,李氏也顾不上王氏了,直接就大步往家里面跑。 现他们母女两个急匆匆地就走了,王氏这才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。 哼,让你嘚瑟,人家皇家来讨要说法了吧,当真是笑话。 柳家,院子里,皇室的大哥黄有钱,用脚踩着柳卿和的手,一脸阴狠地说道。 当初你娶我妹妹的时候,我是怎么跟你说的?你现在又是怎么做的?居然跟一个寡妇搞起来了。 柳卿和你还要不要脸?还说是读过书的呢?你简直就是个畜生! 今日我就打你一顿,然后再送你这的狗男女去衙门。 住手! 李氏门都还没进呢,就已经看到自己的大儿子被绑得严严实实的,而且还被人按在了地上。 他当下就冲了进去,将踩着自己儿子手的黄有钱给推开了。 你这是干什么呀?这里可是我们家,你们这个样子做是不对的。 李婶子,要说不对,我们也绝对没有柳卿和过分。 自己被推开了,黄有钱也没有生气,他定定地看着李氏,将自己查到的东西,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。 你知道吗?这寡妇的男人刚死一年不到,柳卿和就与她好上了,人家尸骨未寒呢,他们就这么做,您觉得是谁过分? 再说了,除了这寡妇,柳卿和还在秦楼里找了不少姑娘风花雪韵,这事你们知道不知道? 我妹妹自从嫁给你们柳家,就日日操劳,现在倒好,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她的,我就想问问你们还是人吗? 黄是见自己大哥气成了这个样子,也就哭得越发地大声了。 黄有钱,是我命不好啊,我以为自己是嫁给了一个灰同人的,谁知道我嫁的就是个人变受心的畜生啊。 本来就已经气愤到不行的黄有钱,一听自己妹子这话,当下就没忍住。 柳卿和哭着哀求的同时,还不忘为自己辩解。 黄氏文言都顾不上哭了,她用手指着柳卿和愤怒地说。 你说话可不要没良心,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,你现在还将脏水泼到了我身上。 原先自己只当她是真的太累了,也就没往心里去,可是现在想想,可不就是太累了吗? 她已经在外头跟那些狐狸精搞得精疲力尽了,她怎么有力气来陪自己啊? 柳卿和呀,我也算是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,原来我只当素云说的都是鬼话,没成想,人家那时候说的都是大实话,说起来倒还是我这个当大嫂的冤枉了她。 从今日起,我就要与你合理,你就和这个贱人一起过吧。 柳卿和一听这话,当下就大喊道。 我不同意。 要是真的合理了,那这村子里得有多少人笑话自己啊?原本春红的事情她就已经够头疼的了。 说是再合理了,那她以后在村子里就真的是抬不起头来了。 你不同意,不合理也成,那你赶她走,并且承诺以后不会再与别的女人乱来。 柳卿和一听这话,当下就很是为难。 她的态度这么强硬,的确是很出乎柳卿和的意料。 她也知道如果事情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,皇室必定会越来越生气,所以她打算拿儿子来打感情牌。 媳妇儿,你说要与我合理,那若是合理了,大宝怎么办? 你不是说要送大宝去学堂的吗?你要是不在了,谁对大宝好呀? 以前自己老娘跟她吵架的时候,她也常说要回家,可是每次自己拿儿子跟她说事的时候,她总是会退让一步的。 所以这一次,柳卿和也是信心满满的。 她觉得皇室还会跟以前一样的,可是她哪里知道。 从那天夜里她看着她与春红恩爱缠绵的时候,她对她的心就已经彻彻底底的死了。 谁对大宝好? 如果你们同意我带走大宝,那么我就算是终生不再嫁人,我也会将大宝拉扯大。 可我看你们家是肯定不会将大宝给我的,那自然是你们来对大宝好了。 老大家的,你可要想好了,如果你真的是要和离,那大宝我们是不可能让你带走的。 这事也不用你来操心,你们不给,我不要就是。 春红一听柳卿和这话,心当下就提了起来,她一顺不顺地看着柳卿和,可是对方的注意力却全部放在皇室的身上,见这般状况。 她眼珠子一转,当下就哎呀哎呀的叫了起来。 哎呦,哎呦,清和哥,清和哥,我肚子疼。 李氏和柳清和一听她喊肚子疼,都急眼了,尤其是柳清和,哪怕她这会儿是被绑着的,也都不断地往春红那边挪。 黄有钱一看她这样,当下就想打人了,可是她还没动手呢,就被皇室给拦住了。 大哥,不知道。 那就这么算了。 黄有钱不甘心,就算自己妹妹有哪方面做得不好,可是她从未对不起柳家,更加没有对不起柳清和呀。 可是现在这个柳清和为了一个寡妇,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,打自己妹妹的脸,黄有钱是真的咽不下这口气。 你不用怕,反正今日有我们这些哥哥弟弟给你出头,要就这么放过这个畜生,那未免就太便宜她了。 黄是讽刺地笑着摇了摇头。 大哥,不用了,她既然都已经这么对我了,我也没有必要在这儿恶心自己,个应自己。 说着她就看向了一直站在屋檐下不吭声的老爷子。 和离书是你们写,还是我们请人写? 老大家的,你当真是要和离? 若是你跟老大和离了,大宝就不再是你的儿子,你可要想清楚了。 见她都这个时候了,还拿大宝来威胁自己。 黄是议就更加无所谓了。 说是没有想清楚,我会拦着我的兄弟,您也不用浪费时间了,去请人写和离书吧。 儿子是自己的心头肉,可是他带不走,那就不带走。 他倒要看看,柳家以后会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子。 如果他们飞黄腾达了,儿子留在这里也不用跟着吃苦。 若是他们一日不如一日,自己也能够想办法跟村长祖老一干人求情,让自己带着儿子过。 好,既然你非得和离,那我也不拦着你,我这就去请村长帮你们写两份修书。 看个时辰之后,拿着包袱的皇室抱着哭得上气不结下气的大宝,心里面也不好受。 大宝,你以后要好好听话,听你小姑姑的话,听你二叔二婶婶的话,你听到了没有? 娘,娘,你不要走。娘,你不要丢下我。 娘,我不要她做我娘,你不要走。 大宝原先是比较得宠的,所以在柳家内就是跟呼风唤雨没什么区别。 可是这几日春红住进来之后,她就发现自己的爷爷奶奶都不像以前那样子疼爱自己了。 亲生娘亲又不在身边,那春红虽然没说对她做什么,但是她总是能够感觉到春红对她不怀好意的。 这会儿见自己的爹娘真的要合理了,她就哭得跟没人要似的。 娘,你也带我走吧,我不想要留在这里。 大宝,你莫哭,你要记住娘说的话,不管谁当你的娘,你都要听你小姑姑听你二叔二婶婶的话,你记住了没有? 黄氏抹了一把眼泪,再三地跟她强调这件事情,牵自己的娘亲很是严肃,大宝有些懵了。 娘,你不是说二叔二婶不是什么好人吗? 那是娘错了,所以你要记住,以后有什么问题,你不要找你爷奶,你要找他们,记住了吧。 破院子里,你来做什么? 苏云,我来不是找你麻烦的,是要给你道歉的。 来道歉的?苏云文言更是意外。 以前真的是我不好,我一直都在找你们两口子的麻烦,也没有真的把你们两个当成是一家人看。 我跟柳清禾已经合离了,所以我想要在离开之前跟你们道个歉,顺便求你们一件事情。 你们合离了? 可不是吗? 以前我以为她是个正人君子,哪怕是不会做农活,也没读好书,我也觉得她是个可以依靠一辈子的。 可是现在我才发现,以前我认识的柳清禾,太虚假了,现在这个见色妄异的人才是真正的她。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,毕竟这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了。 她十分真诚地给柳清山和苏云跪下。 老宅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,我想你们心里也是有数的,之前我对不起你们的事情,你们想要我如何都可以,但是大宝是无辜的。 现在我不在了,柳清禾又是个不过孩子的,所以我想要拜托你们两个,帮我照看着大宝一些。 说吧就给苏云磕了一个头。 苏云,对不起,拜托你了。 对不起,是因为我以前自己做的那些混账事,说的那些混账话。 拜托你,是希望你不要将对我的厌恶放到大宝身上,希望你能够帮我照顾一下大宝。 虽说是没有当妈,但是看着皇室为了大宝不惜给自己磕头下跪,苏云的心里面也是有些发酸的。 你起来吧,大宝我们会照应的,你不用太担心。 得了他这话,皇室当下又磕了两个头。 多谢你,真的多谢你。 等着看着他们离开之后,他这才叹了口气。 受罪的,都是大宝啊。 可不是吗?我以为他至少都要跟那个春红决一死战呢。 谁想到,他这么干脆的就和离了。 不过这样子的决定对于他来说,其实是一件好事。 表情何就不是个能靠得住的。 早些分开,对他只有好处,没有坏处。 这春红又不是个省心的。 要是不分开的话,以后要闹的时候,绝对不会少的。 媳妇,你当然跟我说只能一生一世一双人,就是这个意思对吧? 他这话虽说是疑问句,但其实他心里面已经有了答案了。 苏元一听他这话,当下就点了点头。 没错,我就是这个意思。 事实上,女人也好,男人也罢,谁都不希望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另外一半。 如果对方已经不是完完整整的属于我自己一个人了,那就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。 媳妇,你放心,我绝对不会那样子。 我要是做了那样子的事情,我就一辈子没媳妇。 发誓有什么用啊,能做到才是真的。 你赶紧将鸡笼子给弄好,陈大娘可是说了的,咱们这儿夜里指不定有黄皮子,要是没有笼子,小鸡仔都白抓了。 说到这黄皮子,柳青山还真的是点了点头。 这东西的确是有的,而且挺常见,以前村里就有不少人的鸡被黄皮子咬死了。 苏云本以为陈大娘是开个玩笑的,可是现在一听她这话,当下就紧张了起来。 那这样子不行啊,我们得想了办法才行。 他们抓这些小鸡子,花了钱不说,还拖了人家陈大娘忙活了大半天呢。 这要是刚到家,就连今天晚上都活不下去,那不是白费功夫了吗? 媳妇儿,要么我们再抱两只小狗回来养吧,以后能看门不说,我不在家的时候,他们还能够陪着你。 也好,那我们就去看看谁家有小狗的,挑两只回来好了。 我记得大爱他堂弟家就有,我现在将这笼子先弄好,然后我们就去看一看。 有青山很快就请了祖老过来了,而且祖老过来的时候,还带了自己的酒过来。 他见苏云都已经将饺子端上桌了,且就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 青山媳妇儿,我这老头子给你添麻烦了呀。 瞧您说的,给您添麻烦的是我们两口子才对。 要不是您帮我们说话,我们今儿怕是会有麻烦呢。 说到李氏和王氏,祖老也就摇了摇头。 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就是被婆婆搓磨得太厉害了,所以现在才会这么刁钻。 你别跟他们学就是,我看你是个好的,你也别管别人怎么说你的,做过丫头也没啥,又不是去做坏事了,都是靠自己手脚挣钱过日子的,不丢人。 苏云还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,所以他还是有些震惊的,而更令他震惊的就是祖老这态度了。 您看得可真透。 这有啥透不透的,日子过得多了,什么都看淡了。 祖老说着就往嘴里面送了一个饺子。 这是傻馅儿的,我以前没吃过呀,味道是真的不错啊。 山里的野菜混着鸡肉做成的馅儿,苏云见他喜欢也就放心了。 您要是喜欢就多吃一些,我们做了不少的,您敞开吃就是。 野菜做的? 哎呀,许是我年纪大了,眼睛不好使。 我看了那么久都没看出来,这是什么野菜。 这野菜,咱们这儿的人以前都不认识,也不吃。 我以前听厨房里的婆子说这野菜可以吃,也就记下了,所以现在就试一试,没想到味道还不错。 听了他这话之后啊,祖老也就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 原来是这一半,怪不得老钟两口子都说你会找好吃的,也会做好吃的。 他活了这么多年,认识的野菜也不少,但是除了祭菜会被拿来包饺子,其他的他还真没听说过。 都是钟叔跟陈大娘夸我呢,其实没那么厉害的。 他夸人的时候也挺严肃的,苏云听了多少都有些不好意思,柳青山却觉得没啥不好意思的。 是吧,我都跟您说了,这饺子味道是真的不赖,一开始您还不信,现在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了吧。 我夸的是你媳妇,就不是你啊,你在这里沾沾自喜坐上吧。 祖老挟了他一眼,然后就将他跟前的饺子给移到了苏云的跟前。 他偏心苏云偏心得那么明显,柳青山当下就有些吃味了。 祖老,您可是我背过来的,这饺子大半都是我包的,您这样子不太妥吧? 要不是你媳妇知道这野菜可以包饺子,你能吃的啥? 那您也不能将我的饺子移走啊,您移走了,我吃您眼前的。 想的美,这是你媳妇给我的,你就少吃点吧。 你看看你媳妇,那么瘦弱,多吃一些是好的,你自己就莫要吃那么多了。 听着他们两个跟小娃娃似的吵架,苏云当下就笑出了声来,他们这边都吃上了,可是老宅那边却是连做还没做呢。 以前黄氏在的时候,煮饭就是他的活,自从黄氏回了娘家之后,煮饭这就是李氏在干了,可是他毕竟已经好多年都没做饭了。 现在这一做呀,手忙脚乱的不说,做出来的东西还特别的难吃。 之前春红觉得自己的地位没有稳固,也就不敢做药。 现在见黄氏已经不在了,他就开始闹腾了,这不,见李氏又要煮那些老的猪都不乐意吃的菜叶子。 他就跟柳清禾撒娇说道, 清禾哥,我觉得我最近脸色有些不好,肚子里的娃娃也没有以前喜欢动弹了,你说,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吃的东西都不太好的缘故啊? 他都这么说了,柳清禾总不能还让他吃这些吧。 这后你等一会儿,我去跟娘说一下,让他给你握两个鸡蛋,再给你杀汁鸡补一补。 李氏听到说煮两个鸡蛋的时候啊,这心里面已经不高兴了。 再听自己儿子说杀汁鸡就跟打死一针蚊子那么简单之后,他就更来气了。 还杀鸡,你也不看看这会儿是什么时辰了。 还杀鸡呢,有鸡蛋吃已经很不错了。 当年我怀你的时候,可是连鸡蛋都吃不上的,哪里就有这么娇气了。 柳清禾自己是没听出自己老娘话里的意思来。 老妖婆,你当我是黄氏呢,那么好打发。 下一瞬,他直接捂着自己的肚子就叫了起来。 清禾哥,我肚子疼。 原本想要说服自己老娘的柳清禾一听到这动静,当下就顾不上了。 春吾,春吾,你这是咋了? 清禾哥,我难受。 孩子,清禾哥,你说咱们的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啊? 你胡说什么?我的娃娃必定不会有事的,你也不会有事。 你莫要乱想,你好生歇着。 一想到自己两个儿子的营养不够,柳清禾就顾不上自己老娘那能够杀人的眼光,直接就带了一只老母鸡给杀了,炖上了。 李氏健壮气得饭都不做了,直接将晚饭全全交给了柳叶。 柳叶见皇室一走,这春红就开始闹腾了,心里面顿时就明白了她走的时候为何要那么交代自己了。 这个春红显然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,或许这才是刚刚开始呢。 她一边洗菜,一边给自己的大哥提醒着。 哥,我记得之前大嫂怀孕的时候,大夫说孕妇不是一吃那么多的,你可要记得提醒一下春红嫂子。 叶子,你春红嫂子肚子里可是有两个娃娃的,多吃一些也是正常。 柳清禾压根就没听出别的意思来,只当柳叶是担心春红吃的太多呢。 你炒菜吧,我把鸡汤炖好就给她送过去。 大哥,你要将整只鸡都端过去吗? 这么大一只鸡,就只拿到他们的房里去吃。 柳叶觉得自己的大哥是傻了。 娘都已经生气了,你要是这么干,娘肯定会更生气的,而且还有大宝呢,你不给大宝留一些吗? 这有啥好生气的,你春红嫂子要补身子,这补身子也不是一顿两顿就能够补好的。 大宝的话不是还有鸡蛋吗? 你就像往常那样子给他煮一个鸡蛋。 他说完就专心的炖鸡汤去了,压根就不再管柳叶了。 听着他那番话,柳叶的心也是凉了。 他透过厨房的窗子看向正在院子里面玩石头的大宝,心里面不禁叹了口气,都说有了后娘就会有后爹了。 果真是如此啊。 这皇室前脚一走,自己大哥眼睛里头只容得下春红了,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顾不上了。 老头子,你看看他那嚣张的模样,我呸,不就是一个寡妇吗?要不是他肚子里面是我们柳家的孙子,你看我怎么收拾他,还敢跟我作对。 哼,小贱蹄子,且让你得意两天,等你把娃娃生下来,有点好果子吃的。 这位置是找到了,东西也摆出来了,可是两个人守着野菜都快两克中了,也没有一个人来问。 虽说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情况,但是苏云多少都会觉得有些被打击到了,就在她沮丧的时候,转机来了。 云娘,你们怎么在这里啊? 这不是刚好赶集吗?我们也就将打的野物,采来的野菜都拿出来卖。 金贵嫂子,你这是要买什么? 张金贵见他们有野菜,也有骏子,当下就说道, 哎,前日我让人过去拉野菜的时候,你咋不全都给我呢? 嫂子,前日的那些野菜就足够你用两三次宴席的了,送多了也不好。 她想要帮衬自己,苏云自然是明白的,但是用不完的情况之下,那就浪费了呀。 听着她这话,张金贵也就笑了起来。 云娘,你还真是太实诚了,不过野菜你是给我了,那这些骏子呢? 左右你也是要卖的,不如就直接卖给我算了。 她的话音一落,跟着她旁边的一个男人就皱了皱眉。 金贵,这骏子怕是不要买的好,听说以往有人因为吃了骏子丧命的。 田掌柜的你放心,我这妹子采的野菜和卷子都是能吃的,若是她自己都不敢确定的,自然是不会拿出来卖的。 你刚才不是问我,我那些个新菜式都是怎么来的吗? 呢,就是出自我这大妹子之手。 田掌柜的,因为上一次她卖笋子的时候也没怎么注意,所以她对田掌柜的没有多大的印象,只是从原主的记忆当中了解到了一些。 想不到小娘子竟然精通厨艺。 田掌柜,您这话就真的是过奖了,只不过是一些家常小菜,南东大雅之堂。 家常小菜? 田掌柜见她这般的谦虚,也就笑了起来。 这年头,能不将家常小菜做得这么好的,可是不多见呢,或许你还不知道,金贵有了那几个方子之后,最近请她做宴席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 说到这个事情啊,张金贵也就感激地冲着柳青山两口子笑了笑。 说来啊,还真的要特别地感谢你们两口子了,要不是你们这么地信任我,我还真是没那么容易就闯出名头来呢。 之前她自己主要就是给这十里八村的人做宴席,城里的有钱人基本上都是景田掌柜这样的人来掌勺的。 可是因为苏云给的那些方子啊,她最近收到的帖子是真的越来越多了,别说是那些做喜宴的了,甚至有些做白宴的都想请自己去掌勺。 现在自己在家里面也好,在外头也罢,地位都比原来要高不少了。 金贵嫂子,你名声本来就厉害,现在也不过是锦商添花而已,哪里是我们的功劳? 好,苏云的心里还是有数的。 这些菌子你若是要的话,就都拿去好了。 啊,不不不,云娘子,我想要问一问,这菌子你当真能够确定不会吃坏人吗? 田掌柜,您就放心吧,这种菌子叫做鸡棕,也可以叫做下制菌。 这菌子用来炒肉也好,炖鸡汤也罢,都特别鲜美,也可以用来炸鸡棕油。 就是将这菌棕洗干净之后,撕成块,放到油里炸,等炸干水了,捞出来也就是了。 这菌棕在二十一世纪,那可是很受追捧的山珍呢。 很多时候村民们刚把发好的菌子带到市场上,就会被抢购一空。 有的地方甚至都卖到了一百多,两百块钱一斤,但还是很受人们的追捧。 这田掌柜的也就是想要确定一下这菌子是不是真的可以吃而已,但是他还真没想到苏云会将这菌子的吃法都给说出来。 云娘子,你就这么将方子说出来了。 田掌柜的,你不用震惊,我刚才不是说了吗? 我这大妹子呀,实称得很,我敢说,若不是现在没有纸和笔,他必定会将刚才说的那些都给写下来的。 原先我是不了解什么样的人能够让金贵这么赞赏认可,但是现在我就都明白了一些。 田掌柜的说着就朝着苏云做了作意。 云娘子,刚才是我视礼了,还望不要见怪,那你们给我来两斤这菌子吧,这是多少钱一斤来着? 五文钱一斤。 这菌子的价格不低呀。 苏云也没否认。 的确,但是这菌子味道是真的很鲜美,而且挖起来也不容易,你也看到了,这菌子有一截上头都还是带着泥巴的,若是咱们就这么拔的话,下面这一截就会断掉,那就浪费了。 这倒是,若是不完整的食材,终究都是少了几分意思,那就要两斤吧。 周边的人见他在这里买菌子,大多数都很好奇,于是就一个一个地围了过来。 刚才还无人问津的摊子,现在被人围得水泄不通。 这是什么野财啊?我们之前怎么都没见过,真的能吃吗? 那两样我是不知道,但是这菌子真的能吃吗?我听说有人就是因为吃了菌子才死掉的呢。 不会吧,你们真的能够确定这菌子不会吃死人吗?要是出了人命,你们也是跑不掉的。 就是啊,还是赶紧地将这菌子扔掉得好,免得害人害己。 这些人里,有因为好奇看热闹的,也有见不得苏云两口子拿菌子卖而指责的。 他敢拿这些菌子和野菜出来摆摊,也就有设想过这些场面。 大家伙请安静一下,我知道有人担心我们卖的这些野菜是有毒的,但是我可以用性命跟大家保证,我们这些东西真的没毒。 你们看,这是我们用这些野菜、菌子、包的饺子,我可以给大家当场吃几个。 他将早就准备好的煎饺拿了出来,然后当着大家伙的面,一样吃了一个下去。 就算你是吃了这些饺子,但我们也不知道你这饺子馅到底是不是用这些野菜、菌子做的呀? 对呀,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在糊弄我们呀? 要是这饺子馅,压根就不是用这些东西做的,你吃了也不会有问题的呀。 快看,千香楼的甜整鬼也吃了。 就在大家伙对于这饺子有疑问的时候,甜掌柜的和张金贵当场就用手拿了一个饺子,直接就吃了下去。 一开始他就只是想帮苏云两口子一把,证明一下这饺子馅是用野菜做的。 但是他吃了一个下去之后,就瞪大了眼睛看向了苏云。 你娘子,这是用野菜混着鸡肉拌的馅儿? 对,这就是名为猴腿姑的野菜做的饺子馅儿。 这个是用鸡棕做的,这个是用牛猫馆做的,您都可以尝一尝。 虽说不是刚出锅,但是因为自己做的是尖饺,而且是放在干净的小坛子里封着的,也还暖和。 一娘子,如果我要买你这三种饺子馅儿的方子,不知道是多少钱一个? 他这话一出,菜场的人都惊呆了,别说是那些看戏的了,就算是苏云和柳青山两口子都有些意外了。 一娘子,我是认真的,还是说你没有卖方子的打算? 苏云剑他不像是开玩笑的,也就说道, 田掌柜,这压根就不算什么方子,您要是想用,只管用就是了。 他这话不讲,别说是田掌柜这样厉害的人了,就算是一般人家做饭的,有了原材料,总会调出差不多的味道来的。 而田掌柜也因为他这话,对他们两口子的印象又好了几分。 既如此,那我也就不说钱的事情了,不过有个事情我想要跟你们谈一谈。 您只管说,我知道你们家的野菜有一部分是供给了金贵,我想着你们能不能也给我们天香楼供应一部分的野菜。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呢,苏云就已经摇了摇头,他这一摇头,田掌柜有些不挤了。 为何? 他现在卖也是卖,卖给自己也是卖啊。 关于这牛猫馆跟猴腿的菜方子,我都已经告诉金贵嫂子了,金贵嫂子要给人做宴席,您也要开酒楼。 虽说你们两方的顾客没有明显的冲突,但我还是觉得这样子不大好。 不过,您若是想要骏子,那肯定是没问题的。 原本很是不解的田掌柜一听他这解释,当下就羡慕地看向了张金贵。 你这大妹子可护短了,都怕我会影响到你的生意呢。 爷娘,其实你卖给天香楼也是无妨的。 不行,太近了。 而且他们两个还是朋友,要是引发了竞争,对谁都不好。 爷娘子,那这样子吧,你这野菜还是可以卖给我。 不过,我不是用在这个天香楼,我将这几道菜放到其他地方的天香楼去,你看如何。 爷娘,田掌柜家的天香楼啊,可不止这一家呢。 他手底下的天香楼,多得都数不过来,所以你完全可以做这笔生意的。 如果您真的是要买我们家的野菜,那我自然是乐意的,您要多少,我就给您采多少。 这可是大生意啊,田掌柜名下那么多酒楼,自己就算只是供应两三家,那也是很有赚头的。 而且听他刚才的意思,他要的可不止是牛毛馆和猴腿这两种,要是骏子他也要了,那自己就真的赚大发了。 田掌柜的可不会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。 当然是真的,你们先在这儿等一等我啊,我这就回去写两份文书过来。 大概是怕苏云会反悔,田掌柜的见他有合作的意思了,也就赶紧去准备了。 半个时辰之后,田掌柜的拿着双方都已经画压了的文书,还有那两斤的骏子,笑咪咪地与苏云两口子道别。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,到时候我会派人直接去你们村拉野菜,就不用你们两口子辛辛苦苦送到城里来。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,也就不跟你们说那么多了,若是有什么问题,以后你们直接来天象楼找我就是。 张金贵也有事情要忙,他就对苏云说道,这下好了,跟田掌柜的合作的话,你们野菜的销路啊就广了很多。 这都是多亏了金贵嫂子您。 做成了一单大生意,他们两个也帮自己买了一些菌子,苏云自然是高兴得不行。 嗨,你说这些做什么呀,咱们是互相帮助。 要是没有你给我的方子呀,我也不会好成这个样子,我就不耽误你们两口子卖野菜了。 我还要跟主家的确认一下菜式,就先走一步了。 苏云与柳青山送他们两个离开之后,还没有来得及庆祝一下呢,就有很多人围了过来,要买他们的野菜和菌子。 给我来一斤这菌子吧,我看田掌柜吃你们的饺子吃得那么香,我也买一些回去试一试。 对对对,我们家的都喜欢吃饺子,我也买一些回去试一试。 我要你们说的那个牛毛果啊,给我也来一斤,我回去炒肉看看是不是真的好吃。 有人买了,后腿也就不难买了,不过一小会儿的功夫,所有的野菜和菌子就都卖光了。 看这已经空掉的摊子,柳青山是真觉得很神奇。 媳妇儿,我还以为咱们怕是得卖到下午呢,谁承想这么快就全卖完了。 都是托田掌柜的福,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冲着田掌柜才来买的,看来这天香楼对大家伙儿的影响是真的不小。 当然,媳妇儿你知道吗,以前皇上微服私访的时候,就是在天香楼吃的饭,还有啊,这天香楼三个字,都是圣上亲笔玉刺的。 啊?苏云之前还真是不清楚这一点,怪不得田掌柜这么厉害啊。 能够将酒楼开成连锁店的,果然都不简单。 所以咱们附近几个县城,只要一说田掌柜,大家伙儿几乎都认识。 他可真厉害。 苏云对于田掌柜是越发的佩服了。 咱们可得跟人家学一学才是,明明就已经很厉害了,但还是很谦逊。 自己那几个方子不过是剩在了新旗而已,这要说厉害啊,其实没什么好厉害的,外行人不懂。 可是他们这些资深的厨子一看就知道有没有了。 但是人家并没有看低自己,反而还那么的帮自己,心胸的确是很宽广。 苏云这会儿还不知道,自己两口子以后也会受到田掌柜的帮助。 当然他更不知道,自己将来有一日也能够帮到田掌柜,而且还救了他一家老小的姓名,皇家村,皇室的娘家。 皇老爷子见自己的闺女儿合离回家了,自然是觉得有些不光彩的,但是因为自己女儿是受害者,他一开始也没说什么。 可是这么过去了半个月之后,他就觉得心里面有些不舒服了,他特意找了皇室谈话。 老妹,你跟爹说一说,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? 爹,我知道您是什么意思。 都住在一个屋檐下,皇室哪里会看不出自己爹的心思啊。 您若是觉得,我给您,给老皇家丢脸了,没事,您寻一户人家,将我再嫁了就是。 都说远的香,近的臭,这一点他不是不知道,自己爹娘以前就是嫌弃自己是一个赔钱货,所以才会将自己嫁到柳家,给自己的大哥换娶媳妇的钱的。 现在他已经回来半个多月了,哪怕是自己不出去丢人现眼,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就是给他们丢脸了。 皇室这话一出,老爷子当下就沉下了脸。 大妹,我也是为了你好,毕竟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总归是不像话。 再说了,大宝现在是在柳家,你若是不嫁人,以后谁给你养老送庄? 爹,我不是说了吗?您想要把我嫁给谁,那不是您说了算吗? 您若是已经与媒婆商量好了,直接告诉我就是,别的也不用多说了。 的确是有人来给你提亲,但是这人吧,还是丁河村的人。 是柳清河那个畜生?不,我不答应。 那倒不是,哎呀,是吴家的老大,那个叫石头的。 前些年死了婆娘,有孩子的那个无石头? 原本我是不同意的,但是想一想,这小子人也不错,虽说年纪是比你大差不多十岁,但这也没啥。 再说了,这人是丁河村的人,他是不是个好的你应该比我还清楚,若是你觉得也合适,就选个日子,过去就是了。 因着人家是官夫,自己的闺女也是合离过的,能够再嫁人都不容易,什么迎亲啊,聘礼啊,他都不好意思再提了。 三月底,正是鸟语花香的好时候,吴家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过来接人,从皇家村到丁河村,他脸上的表情都是淡淡的。 孩子鸟,咱们到家了。 一到吴家,石头就牵着他下了驢子,可是皇室都还没站稳呢,脸上就挨了一巴掌。 好你个小贱人哪,你这才离开我们柳家多少天啊,你就嫁人了,我看你是早就跟人家勾搭在一起了吧。 打人的就是李氏,他一开始听说今儿是石头取亲,本来想要过来蹭一顿好饭吃的,可是后来听说新名字是皇室之后,他顿时就觉得自己的脸面都丢光了。 一巴掌打了过去,他还不解气,又想来第二次,可是石头早就将皇室拉到自己的身后,他冷眼看着李氏。 柳家婶子,今儿可是我们的好日子,你这么闹,那就是不给我们家脸面,不给我石头脸面,既然你都不给我面子了,我也不会对你客气。 石头啊,你是不是糊涂了,他以前可是我们柳家的儿媳妇,是清禾的婆娘,你现在娶她,这不是跟我们家作对吗? 他还真的没想到啊,石头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,不管怎么说,自己家以前对于吴家也算是不错的,可是他这么打自己的脸,那简直就是给自己下马威啊。 是,他以前是清禾的媳妇,可是您别忘了,他们早就和离了,清禾现在的媳妇是那个春红。 就算他们已经和离了,你这样子做,也是在打我们老柳家的脸,总之这个亲,你不能解。 她的话音一落,吴家的老太太就冲上来,扯着她头发就往外面走。 你算个什么东西,竟然敢在我儿子成亲的时候搞破坏,哪怕皇室以前是你们柳家的媳妇,可她现在是我石头的婆娘。 你要是再敢动她一根手指头,我就将你的手给剁了,滚,你给我滚,我们家不欢迎你。 不光是吴老太太生气,吴家的亲戚们也都愤怒得不行,一个个指着李氏就骂,嫌他们人多事重。 李氏哪怕是个不甘心的,也不敢直接跟他们对上,只能是狠狠地瞪了皇室一眼,然后就离开了。 从她将自己拉到身后护着的时候,皇室就已经傻了眼了,嫁给柳青禾那么多年,李氏就搓磨了自己那么多年。 可是这些年来,柳青禾明知道那老太婆对于自己有多么的不好,但是她从未这么护着过自己。 但现在自己才刚下驴子,连堂都没摆呢,人家石头就已经这么护着自己了。 不光是她,就连吴家的亲戚一个个都笑着自己,这种滋味是她以前从未感受过的。 别怕,以后她欺负不了你。 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,你不是知道吗?你为什么会向我家提亲? 这个问题,皇室之前是不想问的,因为她觉得自己以后嫁给谁都是一样的,但是现在她很想知道答案。 你以前是什么样子,跟你往后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关系吗? 怎么没关系啊,我以前就是个母老虎,这你不可能没听过的。 你该不会是想要银子吧?我也不怕告诉你,和离之后,柳家是一分钱也没给我的。 若是要钱,那她的如意算法还真是答错了。 我知道你手里没钱,我也不是图你的钱,之所以要娶你,那是因为我觉得咱们两个一块过日子的话,就刚刚好合适。 别人都恨不得躲着我,你跟我说,咱们合适。 石头,你就算是想给两个丫头找个娘,也不用说这样违心的话吧。 这石头明面上是一个大老粗,但其实是一个挺细心的人。 不,我不是因为想要给娃娃们找一个娘,我是真心觉得咱们两个合适。 别的不说,我信字温吞你是知道的,他们也都笑话我,说我就跟块石头似的不会说话,所以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。 而你呢,你很会说话,我觉得咱们这样子就刚刚好互补。 柳青和背叛了你,这的确是对你造成了伤害,但是你放心,我绝对不会那么做的。 之后家里的事情,我觉得全都让你说了算也可以,你若是喜欢有伤有良的,那也没问题。 实际上,哪怕他不乐意给自己做婆娘,石头觉得也是没什么,毕竟人心都是肉做的。 他嫁给了柳青和,做了他那么多年的媳妇,若是想要他一时半会儿就忘记那个人,这指定是不可能的。 但是他有信心,只要黄氏的心是肉做的,他自己就能够误设。 我会尽力,做到最好的。 也不用这样子,咱们就跟寻常夫妻那般过日子就是,咱们先去拜堂,然后你想要知道什么,我都告诉你。 不行! 石头这才说完,柳青和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 你不可以嫁给他! 他这话让石头很是不爽。 柳青和,你们都已经合理了,各自嫁娶,这可是当初就说好了的,你现在凭什么来干涉我们的事情? 你以前是我的婆娘,现在你要嫁人,也不应当再嫁到这村子里来。 你这样让我的面子往哪里搁?让我柳家的面子往哪里搁? 那你去窑子找那些姑娘的时候,你跟外边那些女人纠缠不清的时候,你跟春红说我的不是的时候,你考虑过我的面子了吗? 你表面上是个正人君子,可实际上你比那些流氓都要龌龊,别认识当了婊子还想要立牌坊,你是又要面子,又要理子。 可是柳青和,做错事情的是你,给柳家蒙羞的,也是你。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? 什么意思? 黄氏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 这话,你问你自己去吧,现在你给我滚,今儿是我成亲的大好日子,你若是捣乱,你就试试。 黄氏凶悍,这一点柳青和自然是早就知道,但是黄氏是很少当着外人的面让自己难堪的, 可如今他这一巴掌,简直就是将自己的脸都踩在了脚下去见他了。 他狠狠地看着黄氏。 你可要想清楚了,不然…… 不然什么? 石头也没给他好脸。 柳青和,你可要想清楚了,你要是还不走,我可就要亲自动手了。 石头一边说话,一边将自己的拳头捏得咔咔作响,他个子本身就比柳青和要高一些,而且还壮实一些。 所以现在看着石头的样子,他也只能是一点不甘地看向了黄氏。 你这样子算,你让大宝以后怎么抬起头按贱人? 你好意思跟我说大宝,要不是你人面熟悉,我大宝会这么可怜吗? 柳青和,我可警告你,你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大宝,若不然,我就算是死,也要让你跟那个贱人美好日子过。 你就赶紧走吧,我们这里不欢迎你。 黄氏啊,你可要想清楚了,你真的是要嫁给他。 柳青和还是不死心。 他下面可是有两个丫头的。 你觉得他们能够接受你吗? 若将来人家说你的不好,你觉得自己能够在吴家站得住脚? 他想要从孩子方面下手,可是石头的两个丫头都是挺懂事的那种。 现在见提到了他们自己,人家两姐妹当下就乖巧地冲着黄氏喊了一声娘。 见自己的闺女儿这么地听话,石头也就摸了摸他们的头发。 黄氏也没想到这两个孩子这么快就接受自己了。 他正正地看了他们好一会儿,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当初苏云说的那句话。 你用心,你对别人好,别人也是会用心待你好的。 孩子们都已经主动对自己好了,他也应该对他们好才是啊。 想到这里,他也就蹲下了身子,摸了摸两个孩子的小辫子。 小辫子可真好看,是谁帮你们扎的呀? 是奶奶。 以后娘帮你们扎好不好啊?奶奶年纪大了,咱们让奶奶歇一歇,以后就由娘亲帮你们扎。 他这话一出,柳氢和整个人往后退了几步,他不可置心地看着她,然后愤然就离开了。